台湾演员吴中天首次指导 邀请到影帝郭富城与导演太太杨泽珊拍电影《天亮之前》 片中郭富城饰演一位赌徒刚出狱便去赌钱 遇上风陈女子杨泽珊展开了在一夜之间的浪漫故事 郭富城曾在父子演绎过赌徒角色 但他指父子是说他嗜赌欠债 要带着儿子逃亡没拍赌的一面 《天亮之前》则从他在赌桌上带出爱情 亲情的过去经历 而为深入了解赌徒的特性 电影开拍前他刚巧在新加坡赌全登台 演唱会结束后安排包了一个赌厅 团队所有人都陪他去赌钱 尝试没中赌犯 他就从中观察每个人赢钱和输钱时的稀微表情 郭富城笑声同事输掉了钱 他都有补回给大家 而且大家都是小赌遗情